经济数部部长纳都斯里阿兹敏阿里 今天在下议院为部门进行国家元首施政运司总结时透露 国库控股资金运营和投资管理不当 导致该公司过去几年亏大钱 所以政府不得不出手整顿 他说国库控股曾透过一家网络销售公司 在一家售卖内衣库公司身上 投资高达2000万美元 也就是大约8000万令吉 但是这项投资没有赚钱 Azana telah melabur sebanyak hampir dua puluh juta US dollar melalui sebuah syarikat online retailer yang menjual lingeries baju dalam dan baju anak dalam 阿斯敏也进一步揭露 国库控股另外还透过西人股权方式进行其他投资 最后有关投资也因为谈判破裂 一笔高达30亿令吉的债务因此需被入销 他说政府决定整顿国库控股 主要是希望该公司能有新的发展方向 国库控股董事局上星期总辞后 首相敦马哈迪随后宣布 亲自出任国库控股董事局主席 率领经济事务部部长阿斯敏和另外三名重要人物一起进入董事部 一些在野党议员认为 这和西蒙承诺缩减首相的权限被导而驰 NDP7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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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